大提琴之路是个小小的系列影片 在这系列影片里 我会介绍我在学习大提琴的过程中 所接触练习的教材 还有我在教学时所使用的教材 这里综合了个人经验 以及教学上每个学生学习的反应和效果 针对初级、中级、进阶以及高级 这些不同程度的学习者来分类 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有许多网友问我 能不能介绍大提琴该使用什么教材 坊间有非常多教材 究竟哪些适合我们呢 这里就让我们来一一介绍 常见的教材有哪些 它们的优缺点又有哪些 初学的第二阶段 就是开始学习换把位 在这之前 希望你在第一阶段 就已经把许多基本功法 应接止把练熟了 在第二阶段中 有许多教材是第一阶段的延伸 有些则是新加入的教材 来加强辅助把位练习 现在就来聊聊 初级第二阶段我们建议的教材吧 相信在初级一当中 你已经熟悉了这套教材 也大概知道它的优缺点 因此我们这边针对第三测 第四测的内容 来特别说说它们的特点 优点 三次测开始有 较为正式的古典乐曲 可以做稍微正式的演奏 像是第三测当中 包凯琳尼的小布舞曲 德佛萨克的幽默曲 还有《金婚式》等乐曲 第四测甚至还可以练习到 巴哈吾伴奏主曲第一号的小布舞曲 是不是觉得努力开始有了结果呢 如果这些名曲可以练起来 甚至演奏 那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缺点 把位的练习琢磨较少 短短一段练习就要应用到乐曲 有些吃力 像是在第三测 突然一口气练习三次把位 甚至五七把位都要站上边 也难怪许多人练到第三测 进度就变慢 一首乐曲要练上几个礼拜 不再像以前一样每周一首 目前我们正在连载第三测教学影片 并且在方格子的 《零木自解链》专题当中 提供完整教学笔记影片 有需要的朋友欢迎订阅哦 2. 威纳大提琴使用法第二测 我们已经提过威纳大提琴使用法 共分为四测 初学第一阶段使用第一测 整整第一测的练习 都集中在第一把位 像现在练习完后 各种基本功法 执法已经难不倒你 第二测当中 开始练习不同把位执法 除了和第一测有相同的特性 第二测究竟还有哪些特点呢 优点 第二到七把位各种可能执法一目了然 并且每个把位都有密集的练习 每个把位的练习分量都相当足够 练习完后 对于把位的各执法应用 阴沉关系有非常清楚的轮廓 缺点 先交第四把位 再回过来交三二把位 最后则是五六七把位 与许多教材的顺序不同 如果要先跳到第二把位学习 再来练习第三次把位 也不是不行 只是第二把位它放在比较后面 相关的练习曲也会比较困难 三 科伦格技巧练习 这套教材常常可以看到 音乐般的学生使用 因为里面练习的东西 就只有音阶 爬音 三度上下行音阶 而且还使用不同节奏的功法 把这些音阶爬音的执法练到滚瓜烂熟 在初级一的阶段 由于还没学习到换把位 因此无法好好利用这套教材 不过在初级二的阶段 就可以搭配所学习到的把位 来挑选适合练习的音阶与爬音执法来练习 这套教材的优缺点如下 优点 专门针对音阶与爬音 从两个八度到四个八度 配合各种节奏与功法练习 是通往专业演奏路上不可或缺的教材 练习之后 在乐曲当中遇到音阶与爬音 在执法上的反应会非常迅速 缺点 没有小品或乐曲搭配 会比较枯燥 四 David Popper 食物手简易练习曲 和Substrain Lee 一样 David Popper也是相当有名的大提琴教育家 演奏家 作曲家 这套15首练习曲也一样 都集中在第一把位练习 不过它整体的难度 比Substrain Lee的40首练习曲还要高 对于右手技巧的需求更为刁砖 因此建议初学第二阶段 再来练习会比较好 它的优缺点如下 优点 大多曲是为ABA 因此能建立结构性分析并且被谱 乐曲更大胆使用不同和声 可以练习到隐性转调或是调性音以外的执法 而且比起一般的练习曲 旋律写得更富有诗意 缺点 虽然全部在第一把位 但对执法与运功的技巧需求更高 甚至第八首是双音练习 第十一首是快速音群执法练习 因此这套练习曲越到后段 越需要毅力来克服 以上就是初级第二阶段建议的教材 或许你会发现 为什么The First Year 到了初级二就没有The Second Year 这是因为The First Year的优点在于建立认谱 适谱练习 到了第二阶段 The Second Year其实和威纳第二侧一样 开始学习第四把位 因此在重复的情况之下 我们舍弃了The Second Year 而继续使用威纳第二侧 当然如果你没有使用威纳教材 那么学习完The First Year之后 最好就接着The Second Year 学习比较不会有断层 如果你也在使用以上的教材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聊聊你的心得哦 如果你使用完全不同的教材 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 说不定未来我们也可以制作相关教学影片哦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帮助 欢迎您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您的收看 蓝音色的大力行教学影片 现在可以用以下方式购买咯 台湾境内朋友欢迎点击第一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 欢迎海外朋友使用PayPal付款 购买后 我们借用email来提供观看以及下载连结 欢迎扫描QR Code或是影片下方的连结 我们不定时会有更新的课程上架 赶快购买您有兴趣的课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